上星期,叶华牧师继续分享天国道信息 与神的设计下,整个生命历程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枷锁加在我们身上 并且,除了我们的成长,枷锁也不断改变和增多 衣食住行,生意养女,所有的物质通通都是枷锁 并且,人生越成长,越成功,枷锁就越多 甚至,Steve Jobs也被工作的枷锁牢笼 不能自拔,而死亡更加是所有人最终的枷锁 然而,佛教和道教也知道人生的所有范畴 只不过是不同形状的枷锁 但是,他们选择了以消极的方式去回应 就是逃避人生中所有的枷锁 所谓看破空尘,六根清静 然而,这个却在天道中最低的层次 也就是顺应天命 他们没有想过,这些枷锁是创造主刻意制造给人类 亦因此,他们没有从枷锁中去寻找法则 并且,从法则中寻找出创造主以及人生的目的 所以,天国道就是让我们知道 枷锁的出路就是如主耶稣所提及的道路 真理、生命 只不过,有些基督徒得到这个答案之后 却成为了巴兰 再撤进金钱的枷锁里面 其实,当主耶稣基督解释天国道的时候 已经让我们理解到 脱离枷锁就是脱离我们自己内心中的罪性 神要求人立十分一 建制就是放弃贪财的枷锁 一年三次的首折 就是让人放弃贪安书和懒惰的枷锁 所以,主耶稣于圣殿中赶走卖牛羊甲子的人 原因,首折天祭的定理 是为了让以色列人解开枷锁 但是他们却尋找出一个懒毒的方法 让他们不用为信仰付出 破坏了神设计节旗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明白到 其实,神给予我们这种打破枷锁的方法 就是于枷锁中 训练我们更加能配得成继法則的身份 今星期,亦华牧师继续分享《天国道讯息》